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的他的工作的状态 还有他本身就是说他本身气质的那种状态 就比如说我爸爸就会不苟言笑 真的是不苟言笑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可能在某方面我觉得是我把爸爸的一些特质放在了里面 我觉得特别亲切 非常亲切 就是在那个县城里边看到的山山水水 农田 村庄 哇 我都觉得非常亲切 还有吃的食物 每天的那个阴雨绵绵的那个气候 那个环境 湿漉漉的环境 哇 我都觉得好亲切 我觉得语速吧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 对于我来说 我是南方人 而且再加上我可能拍的古装戏也比较多 然后那个语境啊 都有他特有的那种语境那种感觉 然后一下子拍一个现代戏 然后是一个刑警 然后他就要求的非常的果断 利落 然后包括台词的语速 哇 我一进剧组 我特别不适应 然后可能就会出现到我们说的嫖了 就是语速的加快 那个我还适应了挺久的 挺默契的 然后他很 他虽然很年轻 但是很努力 但很拼啊 很拨命的 然后我就记得一场戏要从二楼跳下去 然后导演其实是安排了替身的 然后拍的时候其实导演也怕会出到意外 会影响到拍摄或者什么的 所以有的戏导演是会安排替身的 但是他都要自己亲自上 亲自拍 我觉得还是要以孩子为重吧 什么样对孩子是最好的 就是说什么样的生活对他的身心健康 然后包括孩子后续的生活 抚养 教育各方面 所以很复杂的 我觉得还是怎么样对孩子好 然后去做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 因为你不可能抓住青春不放 你还要去演情斗初开 不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要做合适的事这个很重要 角色大于天 我会觉得说这个角色是不是适合我 合不合适我 我不会想着说她是一个妈妈 她是一个20岁的妈妈 30岁的妈妈 我就不要去接了 我就不能演了 不是 其实更多的困惑和危机 恰恰是我想的是 我还有没有做到更好 从我内心来说 我不会去的 对 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在一个 在一个电视剧里面 电影里面 有更多表达的机会 我也想演一些特别的角色 包括男性角色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现在把男性和女性 然后好像都 都对立起来 比如像我看凯特布兰切特演的那个 《我不在哪儿》 我觉得她演那个《波波迪龙》 我就觉得超酷 我就觉得我们也可以跨越性别 去做很多事情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勇敢地做自己